大家好,我是事关不合的Able,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标试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希望看完之后给个赞 还有介绍多些朋友来看我们 上个星期我们讲了2020年我们选择的10只我最喜欢的碗标 介绍给大家的头5只 今个星期希望是讲完剩下来的5只 肯选择这些碗标的时候,我有几个规则 第一只标一定要漂亮,第二必须要以供价可以买得到 最好有些折扣 第三这只标都必须要有一些特别的优点 而第四它的性价比都要是比较高的 今天讲的第一只碗标是Brightling百年龄的Chromag Chrograph 我自己最喜欢这只碗标的就是标链 这标链有名字叫Runo 它是一条復古设计钢的标链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圆柱一个圆柱的组合 它本身的打磨也是非常精细的 戴上手上面是会很贴手和很舒服 百年龄是很出名做这个计时码标 这一只也是搭载了他们自己 设计生产的自动上链的计时机身 B01的碗标 B01就是用杜柱轮来控制 那个计时的start-stop-reset 在市场上供应是其中一个 运作最长迅的一个计时机身 它也是有这个天文台的认证 COSC 非常之精准 碗标本身的尺寸是42毫米的直径 可以防水200米 本身也是南保石水晶玻璃的标底 可以看到那个机身的运作 这个碗标有几个不同的标面的选择 我自己最喜欢的 就是那个铜的颜色 配上那个panda dial 即是红猫面 红猫面的意思就是 那三个计时的小标盘是黑色的 而其他的位置就是铜的颜色 反差是做得很vintage feel 我自己就很喜欢 它那个机身是有70小时的动力 也是足够的 但是有三天的动力 定价是港币64,000元 Given有一个自己生产的COSC机身 有一只这么漂亮的碗标 我觉得64,000元这个价钱是非常合理的 第二只今天要讲的碗标是Hartbring Square Felix Photoyons Photoyons是法文来的 它是闪电的 Hartbring Square这个品牌是来自奥地利的 Mr.Hartbring 他以前就在IWC那里做watchmaker 他就发明了一个追踪计时的一个module 是令到这个追踪计时的功能 是可以 比较平民化 因为 以前 所有追踪计时 都是在一些很高级的计时标里面 才会出现 还有那个价钱是非常贵的 是说几十万 甚至是上百万的价钱 Mr.Hartbring 他发明了这个module之后 在十万港币以内 就已经可以 实现到一个追踪计时功能的碗标 后来他自己出来之后 跟他太太一起去组织这个Hartbring Square 这个品牌 他一直都是做一些 机械功能 是非常之性价比高的 今次我们选择这个 Felix Photoyons 的碗标 亦都是两个 很有趣的机械功能 第一个 在九点钟位置 那个小秒盘 它是每秒钟转动一次的 其实它是连接着 那个琴重轮 因为琴重轮是每一秒钟转一次 每一天是转动 这个86400次那么多 不停转是很快的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闪电 另外一个有趣的功能 就是中间那支 秒针 这个秒针是一个debit second 就是一个跳秒的功能 一个小秒针 就不停地 每秒钟转一圈 那个中央的秒针 就每秒钟才跳一格 两个功能 大家配合起来 那个视角的效果是很有趣的 这款标的尺寸 比较中性 38.5毫米的直径 标的厚度是11mm 比较有立体感 机芯本身是Halbering Square 自己生产设计的机芯 手动上链 有45小时的动力储备 而这款标 也可以做到30米的生活防水 它的定价是港币65500元 这个价钱 不能够说便宜 但是以一个非常之unit的品牌 很特别的品牌 给到两个这么特别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定价 都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个我们想说的碗标 今天就是 Longjin Heritage Military Marine National 这款标设计的灵感 是来自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Longjin为法国海军 所做的一款军标 我们看到这款标 是一款服务style的一个设计 它是有一个cream color 奶油色的标盘 上面是很清晰用阿拉伯数字 来做这个示标 这个是typical的军标设计 因为看时间要非常之清楚 它的指针是一个蓝钢指针 加上了superlumanova的夜光涂层 亦都是有大秒针的设计 本身那个碗标是用一个 物底的壳上刻了很多字 其中是当年为法国海军所做的 这款碗标它搭载了一个 自动上年的机械机身 可以防水30米的这个标壳 它的尺寸是38.5毫米 这个尺寸是非常带得舒服 很带的尺寸 其实现在看得到 在市场上 好像各个标壳的直径 是越来越走向 below 40毫米的直径 不过30米的防水 我自己觉得 好像有少少的不足 因为始终是一只军标 我会觉得 如果可以做到100米防水 就会更加理想 本身这款碗标是配了一个干液酒颜色的一个油皮的标带 也是完全配合那个Vintage的感觉 自动上年机身是有64小时的动力的 定价方面15500元港币 浪琴有很多这个价位的碗标 虽不能够说很便宜 不过今天那个 各样都贵的情况 这个都是一个合理的价钱 第四个我们想说的碗标是Nomos的Titra Symphony Collection 特别为这个贝多芬250周年寿神出的一个系列碗标 Nomos是一个德国的品牌 它在Grasutti那里 而它们最出名是做一些简约设计的碗标 还有手工做得非常精细 我们看下去这碗标是一个方形的设计 我自己很喜欢一些不是圆形的标壳 因为我觉得比较interesting 这个标壳也是挺有特色的 它是一个有两层的标壳 就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那种 还有呢 有四种Dial 的颜色的选择 分别是这个橄榄绿色 Turquoise的颜色 Dark Blue 深蓝色 还有就是有铜的Cupper的颜色 这四种颜色本身都不是一种很鲜艺腸硬的颜色 但是它们是低调得来 有给人感觉是很模特的一个设计 全部的标盘都是用阿拉伯数字加上 条纹的 的指标 配合金色的指针 和小秒针 小秒盘 是凹进去的 给人有种立体的感觉 这碗标是搭载一个手动上链的机械机身 是这个NOMOS自己设计 生产的 有这个 43个钟头的动力储备 本身的碗标是29.5毫米乘29.5毫米的方形的一个标殼 带上手 尤其是亚洲人的手碗 会觉得非常适合 这个碗标的定价是16,200元 既然是一个德国的品牌 和德国的手工 这个价钱相对来说是挺合理的 第五个我们今天要讲的碗标是 精工的Prospex Black Series Limited Edition 是Sumo的系列 Sumo是日本的雙扑 Sumo是精工的潜水标里面一个很受欢迎的系列 今次是做了一个 全黑色的一个设计 本身是加了一个叫Hot Black Coating 这碗标最吸引的地方就是那个标盘 因为它上面用了一些cream color 指标 和立体的指标 配了那个橙色的分针和白色的指标 感觉是很和谐 和很vintage 的感觉 我其实是很喜欢一些 复古一些的设计 或者一些简弱一些的设计 所以今次我选这只精工的碗标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它因为是一只潜水标 它是有一个单向旋转的标圈 我自己觉得这个单向旋转的标圈 因为它不是陶瓷 所以看上去就 不是那么solid的感觉 这个碗标 可以防水200米 是搭转了精工自己本身生产的 6R35的自动上链的机身 是可以提供70小时的动力处备 碗标都很大 它有45毫米的直径 但因为它的厚度也有12.9毫米 所以变成立体感都挺好的 戴上手就不会觉得很宽 很压榨 它是限量7000只 定价是6500港币 虽然你可能觉得6500元买一只正工标都不便宜 但其实现在正工标都有很多是几万 甚至十几二十万 所以这一只相对来说 性价比是很高 好了 这个星期 我们所说的剩下的 五只我所选择2020年10只我最喜欢的款标 就全部介绍给大家 希望你在里面都找到一两只你自己喜欢 这个星期周标时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 我觉得这不宜都要多 日子 这个星期后 全部往都要加 里面都要加 Когда困难 일단是述标准处 给我们 这是